欢迎来到橙红谈房产 今天来谈一谈房产管理 租客付不起租金了 他申请到了房产补助以后 叫Chap Fund 怎么样子拿到屋主的手里 而不是租客的手里 我们来听听Anna的分享 欢迎Anna 大家好 我是Anna 管理房产这一块的 那么有些租客他负担不起租金 政府现在有一个租客补助计划 叫Chap 他可能会申请 那么我们怎么样跟进 以确保最后这个钱 能够付到屋主的手里 因为我们上次也接到 另外一个屋主的电话 说租客卷了钱跑掉了 那我们最近有一个成功的案例 收到了12750块钱的 政府的补助金 对屋主来讲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的消息 那么第一个就是让租客 去和他的case worker 就是负责他这个case的 这个工作人员紧密的联系 因为你要美国政府部门工作有的时候效率挺慢的 只有你催的嘛 说有奶的孩子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对吧 让他去催 我们盯着他让他去催 这样的批下来的概率会大一点 第二个呢 他在审批的时候会给屋主发一个表格 让你填他欠多少的租金 让你填你的W9的这个报税的表格 这样才能确保最后的金额是发放到屋主手里 当然这个过程非常的漫长 也需要屋主有这个耐心和配合 我也感谢我们的屋主是给了我们的极大的耐心和支持 最后成功的拿到了这笔钱 谢谢 好我们来总结一下 第一个呢 让租客自己紧密的联系政府的工作人员 第二个呢 屋主呢 记得要填这个表格 在内华达州600美金以上都要填这个W9的 这个没有关系可以填的 填好了以后呢 才会达到屋主的账上 好的 谢谢观看 我们下一次再关注